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簡單來講 我因為白槍傻上市了嘛 我們來用這個復刻日版的 復刻的天竺 那來看一下白槍傻 有一個特別他能做到的事情 那因為大家說我有嫁人 那還要不要白槍傻呢 那理論上一般是還好啦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白槍傻 他有什麼比較特殊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 有沒有那個牛魔王的孔明 欸 基本上這個打法 綁死兩個孔明一個梅林 不然就誤死好了這個 這個也有加成 好 那這個隊伍特別的是 你所有人的禮裝都沒有限制 除了白槍一定要一個 塗滿寶石翁以外 對 那基本上重點就是 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 白槍底下這一張 欸 這張塗滿寶石翁 那其他人就可以隨便帶你想要的活動禮裝 那兩隻孔明一個梅林 那基本上這是必須的配備 對 那我們可以做出 所謂的寶具三連發 來...周回 那比較特殊的是說 因為白槍他是槍 所以對手基本上就是限定 要嘛是攻 要嘛是狂 那剛好這關敵人全部都是狂 非常的適合 對 非常的適合 那反正呢開戰就一樣 卡莉絲馬這個領袖起指先丟下去 然後寶具丟 寶具就丟下去 那你另外說不對阿爹阿寶具三回 我這個不是泳裝小莫也做得到嗎 還有你之前說的那個什麼殺生院之類的阿 但是因為像是泳裝小莫或是殺生院的周回 通常會限定在敵人的數量 比如說如果敵人是兩隻的話 可能NP就不見得衝得回來 因為他是靠寶具來回收NP的 好 那阿爾托莉亞槍 白槍傻 特色是能自己打完之後回收20NP 所以這點就可以配合另外兩位的加NP效果就可以做到啦 那我們就先把孔明的技能 就通通先 對吧 丟在他的身上 嗯 對 好 我們先把孔明技能全部丟給白槍傻 唉唷 很久沒有這樣啦 有點忘記是不是這樣的順序 對 因為你加錯就會差10NP 對 然後這時候再把後備的孔明換上來 那然後就把3技加暴擊的那個丟給他 這樣就100了 對 那一樣 梅林的3技就直接一樣丟給白槍傻 然後就一樣寶具丟下去 搞定 那這個隊伍的這個打法的好處是 只要直接對的話 那白槍就一定是可以穩定3回合連發寶具 那無視敵人的數量跟 只要打得死就好也不用追求什麼overkill 因為他完全是靠NP把它補起來的 不用靠自己去 呃的 比如說去靠藍卡做一些回收什麼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把你剩下所有的NP技能再丟上去就對了 那因為我的白槍傻是寶具1 呃 我不確定等一下打不打得死逼輸 應該也不會差太多啦 對 如果打不死 魔力放出也開一下 打不死應該也 差不了多少 最多再補兩刀應該就結束了 好 我們來看看可以差多少 好 我覺得白槍傻好帥喔 說真的 真的很帥 該寶解了吧 該寶具解放了吧 怎麼還不解放 剩下了 喔 21000 差一點點啦 那基本上就是隨便一個人撲養下就結束了 對 那如果當然你白槍有寶2什麼之類的 就一定是毫無懸念 就毫無懸念 好 那基本上其實這個東西就只是一個所謂 要講就是有點所謂的花式啦 就是所謂三回 你要三回當然你配寶石翁啦 配一些什麼自補NP50的角色 打這種狂關或是什麼都可以 也是可以做到 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不想犧牲太多的加成 那你想大家都帶活動禮裝的話 那白槍傻是少數還是唯一嗎 就是可以用這樣的隊伍組合做到的人 那我的技能自己練的話是9910 那寶1 那如果你寶2的話當然會更方便 那寶具解放還迟迟沒有出現啦 那你看我狗野沒吃嘛 還差一點點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就給大家看一下白槍傻可以做到一些應用 你要不要抽 大家自己在決定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沒有 重點還是孔 梅 所以其實就是孔梅片刻嘛 好啦 那就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